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 我们请曾谦玉同学 你能不能看图说话说一说 这个图上画的有黄道跟白道 你能说明一下什么是黄道吗 黄道就是我们看到 在地球上看到太阳绕着地球运行的轨迹 但是事实上太阳并没有绕着地球移动 而是地球本身在这个黄道面上移动 对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就是黄道这条线 当然这个面就叫做黄道面 那么这里又写了白道 白道就是我们新教的东西了 这个白道就是我们看见的月亮绕着地球运行的这个路径 叫做白道 那么黄道跟白道有一个交叉的角度 大概五度多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交叉角度的话 每个月都会看到月时了 这也是以前讨论过的事情 可是刚才我让你看这个图的时候 你好像讲起来蛮为难的 那么我就看见你的作业 交出来的作业呢 很不错 你把你的作业带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那时候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图 可是从这个图上面 其实我们很难看得出来 白道面跟黄道面的交叉到底是哪一边高哪一边低 虽然说是五度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边比较高 所以我就去查了气象局有一个月中间的资料 然后我用那个资料呢 来校正这个白道面跟黄道面的交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模型里面 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虽然说做的比较夸张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整个白道面倾斜的角度的趋势到底是怎样的 嗯 很好 那你做了模型了 所以你再说一遍 这是什么 这中间这个用黄色玻璃纸包起来就是太阳 那这个玻璃纸 这里也包黄色的玻璃纸 这些是什么 这个是我是想说要表示一个黄道面 黄道面 好 那么白道在哪里 白道就是地球外面四颗这个月亮 它所构成 这个轨道所构成的这个面就是白道面 你说四个月亮 地球外面只有一个月亮啊 对 但是因为技术上的关系啊 那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可以移动的月亮 那我就以最具体的四个日子的那个时间来做出四个月亮 那四个具体的日子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朔月 也就是每个月农历除一 那这个呢 这个是农历初七或初八 上选 对 上选月的时候 这个呢 然后这个是满月 也就是每个月农历十五的时候 这个 然后这个是下选月二十二或二十三号 对 因为月亮围着地球做公转嘛 而且转的情形我们以前都已经学过了 那这里的四个这是什么 白色的这个 这四个是指四个不同节气的地球的位置 分别是春分 夏至 秋分跟冬至 哪一个是春分 春分是这一个 这个 哪一个是夏至 夏至是这一个 这个 秋分呢 秋分是在这里 冬至 冬至在这里 那这就是夏至 怎么知道这是夏至 夏至 因为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黄道面 这个太阳 是直射 北回归线的 那这边呢 这边是直射南回归线 所以这里是我们北半球的冬至 春分呢 春分跟秋分的时候 太阳都是直射赤道的 而且四季的地球 地轴倾斜 都斜向同样的方向 这是上次也学过的 那用这个模型可以解释 越深越落四季的变化规则性吗 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你以下至的这个模型来说明一下 下至的时候 那个月 下至前后的那个月 月亮绕着地球运行 那么月亮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来说明看看呢 在下至的时候 在初一的时候 这个月球的运行位置呢 大概是在北回归线的位置 附近 然后在初七或初八的时候 大概是回到赤道的附近 然后到朔月的时候呢 是大概接近南回归线的位置 然后再回到二十二号的时候 大概就回到 再回到赤道的位置 嗯 所以这样子的变化呢 是一个只看月中天 对 先到最高点 看它是在北回归线的上方上空呢 或者赤道的上空呢 或者是南回归线的上空 当然了 这是模型啊 做的没有非常的准确啊 但是可以表达到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秋分的时候 秋分时前后一个月 那么月亮的位置在空中的哪边 在秋分的时候呢 朔月的位置呢 是在大概赤道的位置 然后七号或八号的时候呢 是大概在南回归线的位置 然后十五号的时候呢 大概又回到赤道这边 然后在二十二号的时候呢 大概又会回到北回归线的位置 嗯 那这就是说朔月 这是上选月 这是买月 这是下选月 那它的这个位置 就跟下试的时候不一样哦 对 那我们再看看冬至呢 在冬至的时候呢 在朔月的时候呢 是可以看到是在南回归线附近的位置 然后在七号或上选月的时候 它是在赤道附近的位置 在望月的时候呢 则是在北回归线的上空 然后在二十二号的时候 是又在赤道的位置 嗯 又是不一样了哦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春分的时候 前后一个月的月行 月亮运行 嗯 在春分的时候呢 在初一的时候 月亮大概是在赤道的上空 那在七号或八号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北回归线的位置 然后在望月的时候呢 是在赤道的赤道面 然后在二十二月底 下选月的时候呢 是在南回归线的位置 嗯 好 这个模型啊 你就用了几个简单的器材啊 这是铁丝 嗯 小的保力龙球 啊 大的保力龙球 再抓一个玻璃纸的平面 就把它做出来了 这样的立体模型呢 会比我们的原来用讲的这个平面的模型容易思考 而因为平面的有时候很难去决定它的位置 嗯 所以你这个作业做得不错啊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的啊 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